Hello,大家好,我是Gordon 相信觀眾朋友有留意大灣區資訊的話 可能最近大家都發現珠海又有大的新聞 沒錯,在二月份的時候 珠海政府宣布了我們橫琴自貿區 會由3月1日開始全面封島 會設定了一線和二線關 很多觀眾朋友都有問Gordon 日後我們在珠海再過橫琴的話 是不是我們要辦簽證或過關 才可以進入橫琴自貿區呢 Gordon今天就一一和大家解答一下 我們珠海政府頒布的橫琴自貿區封關的資訊 我們收到消息的話 珠海政府就是2024年2月20日 它頒布了這個雲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封關的運行政策 由3月1日開始正式封關 我們這個合作區封關運行是指什麼呢? 簡單來說其實就是一個合作區封關 就是一個經一線從澳門進入合作區的貨物 是可以免稅或者是補稅的 當然你帶的貨物要自用 或者數量要合理才可以免稅的 其中一些免稅或者補稅的商品在區內 即是橫琴區內符合條件的主體之間 自由流轉 跟著可以經二線的合作區這裡 再進入我們的內地 即是再進入香州區這一邊 當然如果你是有些禁限類的貨物或者物品 這些就一定要依照我們的法律法規 再去辦理 那麼我們的一線口岸和二線通道究竟是什麼呢? 因為剛才哥頓都有提及到我們一個一線和二線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都拚頭了 究竟什麼是一線、什麼是二線呢? 那麼我們一線當然是指我們一個雲琴口岸 就是雲琴口岸過了關就可以去到我們的澳門 經濟特區這一邊 二線的話 主要是在香州區這裡過雲琴的通道 那麼二線的一個通道主要就會包括 我們有雲琴大橋、雲琴隧道、深井通道、雲琴碼頭 甚至是我們一個港珠城軌、延長線、雲琴站、長龍站、十字門隧道等 這個就屬於二線的一個關口 那麼二線的話 我們的一個出行的安排是怎樣 以及因為它封了關外 有些它是會受到限制的 那麼首先說就是雲琴大橋 雲琴大橋的話就禁止我們一個貨車和工程車通行的 那麼其他的車輛 即是社會車輛、巴士或者是行人都可以行的 以及是24小時通關的 那麼我們雲琴隧道的話 它就可以行貨車和工程車了 那麼當然社會車輛 即是自己的私家車、巴士 當然都可以行雲琴隧道 也都是24小時通關的 那麼我們一個深井通道的話 就是僅限這個旅遊大巴和備案的客車的 那麼這個可能就更適合去長龍玩的 即是可能你報了團去長龍的 那麼就有機會會行這個深井通道這一邊的了 那麼第四個就是十字門隧道 那麼十字門隧道它這個通行是有要求的 它是僅是可以給這個備案的小客車行 還有它也會有時間限制的 那就是早上的八點到晚上的十二點 那會說話來說 凌晨的一點到第二天的八點鐘 之前是不可以有車行的 是的 那麼我們雲琴碼頭的話 當然要看回人員通行 那它車就過不了了 那你就要去看看 可能要去檢查它船的班次為準了 那我們在港珠乘軌現場線 我們的雲琴站和長龍站 就人員通行 也都要根據我們乘軌的時間 而去定 那一線放開呢 是不是就意味著從雲琴口岸進出 就不需要用到這個簽證呢? 就是如果內地居民過去澳門行這個雲琴口岸 那是不是就證明不用簽證呢? 其實就不是的 跟港北口岸 或者是跟我們一個清賣口岸 其實是一樣的 一線呢 依舊是需要我們一個出入境 我們一個證件的 如果就例如我們一個港澳通行證 回鄉證 或者是Passport的 都是要用到這些證件才可以進入澳門 那我們的合作區封關呢 就是一線放開 重點就是貨物和我們物品的稅 稅收放開 那人員的進出的話 其實到澳門也是要簽證 以及要用回鄉卡去過的 二線管住 那是不是意味我們進出這個雲琴 它會有次數的限制呢? 其實二線對人員進出是沒有限制的 是的 就是可能我現在過雲琴吃過飯 然後出來 但又突發其想 我又想去長龍玩 去長龍住 那我再進去呢 其實它都是沒有限制的 其實都是自由地出行的 只不過呢 它這個限制就是對於一個貨物的限制 是的 那我們一個進口貨物 經一線進入合作區 就是免稅的會有哪些稅種呢? 第一個就是 進口的關稅 以及進口環節的增值稅和消費稅 眾所周知 如果我們在澳門這裡過回來的話 我們是會有八千元的一個免稅額的 那當然如果你說要帶點煙仔 它也會有茶驗的 那如果我們是15天內進入澳門的話 我們香煙就可以帶200支 雪卡就50支 如果煙絲的話就250 Green 那當然這個是三選一 走的話就少於750毫升 那如果我們是15天內 經過其他一些地區去進入澳門的話 那這個就多些了 那當然就不是大灣區 或者不是廣東省的了 可能我湖南、江西 甚至是更遠的省份 過度去澳門消費或者香港消費呢 那它香煙這些就400支 雪卡100支 那煙絲呢 可以帶500 Green 那這些就跟我們沒有太大關係 那其實可以總結一下 就是它整個雲磅的一個封關的話 就是我們一線是沒有變的 都是要過關 二線呢 我們是叫做管住 那就是其實就是等更多一些商品 可以免稅這樣去進出 那其實你說有沒有優勢呢 那當然是有的 因為其實說明 珠海市政府是不斷地發展 我們一個雲磅自貿區這一邊 那你說會不會有些不方便呢 那可能不多不少都會有些 因為呢 由3月1號開始的話 我們如果打比方經雲磅大橋 我們進入雲磅自貿區的話 進入是不需要檢查你的 但是出的話 有機會會叫你打開尾箱 或者問你 可能會卡卡你 可能會隨便問兩句 或者隨便看看你的車 會不會說 帶了一些 可能要繳碎 但是你沒有繳碎的物品 那你說住在雲磅裏 如果你要這樣出 它每天都這樣截你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少少不便 但是整體來說 那可能都覺得它的優勢 始終會比它的劣勢大 所以其實這個封關 就並不是我們所說的 日後我們過去雲磅 我們要簽證了 或者我們經過雲磅口岸 過澳門 我們不需要簽證了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政策 都是這個政策 我們都是需要在這個雲磅口岸 這裡過關去澳門 只不過就是我們入雲磅 其實也是不需要簽證的 對了 今期就跟大家分析到這裡了 記得如果你覺得 雲磅這個封關政策 你覺得好或者不好 都可以在我們下方的評論區 這裡評論 記得CRS 關注我們行李節目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想看更多大灣區的資訊 或者樓市的變化 記得關注我們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